说到青葱不少人会马上想到宜兰的三星葱 不过台中的大安葱一样是拥有高品质 市长胡志强当起了代言人推销大安葱 还开玩笑的说吃葱会聪明 希望马总统吃了之后能更聪明一点 画面中的大安青葱色泽优美 变成葱料理之后更是美味佳肴 但今年的大安青葱受到雨水影响 让青葱的价格飙涨了一倍 一倍头两斤半 然后头的八里头多五 两斤半 所以说目前还是不错的 因为联系好几个台风已过来 说成都不好 软了之后 青葱现在价格是居高不下 为了推广大安青葱 农会特别在青葱盛产期间 举办产业文化推广活动 市长胡志强也特别参加 也希望马总统可以吃吃看 没有看过的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开开眼界啦 那台北人也聪明一点啦 我也希望让马英九更聪明一点啦 活动现场除了青葱以外 农会还特别端出其他的农特产 像是红酒香肠 吸引大批民众排队购买 主办单位也表示 希望既有活动 让更多人知道台中大安青葱的美味 联合报天赵伟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